今天呢就是想舒服一点 然后轻松一点跟大家分享 就是聊聊天呀 然后再顺便分享一下 我近期买到的一些综合类的吧 就家居服饰多少都有点 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看的一些电影剧 还有书籍之类的 我们就轻松的开始吧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小花 因为杨果丹特别爱垂头嘛 你看我这个有好几只 还就是给它撑了一个吸管在那 如果就是家里边有花 要是垂头了 但是你感觉它这个花开的 还是蛮好的 就也可以这样子放在桌子上 也可以当一个小的装饰白件 还挺可爱的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些香香的东西吧 马吉拉的庸满中落 其实马吉拉的香水蛮多味道 我还都挺喜欢的 但就是如果让我选只选一瓶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用懒周末这个味道 尽管用懒周末大家的评价是有点褒贬不一的 但是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我之前也有试过香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它这个50毫升的 这个味道之前大家对它的这个香味的遐想 不是都是像白床丹一样干净的味道吗 但我倒是没有闻出来白床丹的味道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偏甜的花香果香调的一个味道 还是蛮清新甜甜的那种感觉 整个人会有那种软软的很轻松很愉悦的一个状态 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轻松过周末的感觉 喷它也还蛮合适的 买下的香水它的流香时间要比我想象中要久一些 这瓶呢是我今年收到的一个生日礼物 香奈儿的加布丽尔天性香水 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因为它这个香味整个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 有自我主张 又带一点小叛逆的一个骄傲公主的感觉 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香奈儿的香水 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血统 闻起来都有一点点那个相同的基调在的 这瓶也是 不光是香水 像它们品试其他的护肤品啊 还有彩妆里面的那个味道 也很特别 就很有辨识度 这瓶呢 它名字直接就用了加伯丽尔 持男友女士 她本身的名字 强调回归自我 释放你的天性 然后做一个更自由 更有个性的女孩 就做自己就好 用懒周末是适合 周末跟朋友出去一块 逛逛街呀 或者是吃个下午茶的时候喷 然后加伯丽尔这个 我觉得就很适合约会 或者是你觉得非常重要的场合来用 其实香水就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 平时你用起来也是 就根据你自己个人的心情 你觉得哪一瓶 更接近你今天的一个状态 就喷哪瓶就好了 接下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是Deep Tick的一个香针手环 它把这种浸泡过的香氛 编织绳封装在了这样的一个盒子里 我买的这一款是巴黎之水 我还买了一个弹道送朋友了 它这一盒里面呢 一共有6米的长度 你可以根据自己比对过的尺寸 来选取需要的这个编织绳的长度 然后就可以随意的DIY 其实还是需要自己动动手的 可以做一个手环呀 或者是它这个 我觉得做项链还蛮合适的 可以做一个choker 把它这个装饰扣 放在中间的这个地方 也很好看 我一般就是当做手环来戴 然后缠绕两圈这样 也可以单独缠一圈 或者是再多绕几圈都可以 然后这样戴在手腕上 戴起来呢 就是比较低调又很高级的感觉 不经意之间散发着香气 就会让人觉得 这个人好有品味 他们这个手环的整体设计 我觉得就是还蛮集结 蛮中性的 所以我觉得男孩戴 应该也还挺好看的 很适合当做礼物来送朋友 比香水呢 又更显特别一些 但我个人感觉 它这个就经过处理 在编织程上散发出来的味道 跟你直接闻香水的味道 还是有不同的 它留香也还蛮久的 官方是说一周 但是我感觉 基本上戴个十多天 它还是有香气的 对 对